舉車轎停在旗樓下 門口招牌突然傾倒 不偏不倚就往車頭砸去 把板筋撞出一個凹痕 車主看了好心疼 以為是我電腦沒修好客人 來找我算帳 好多人的招牌怎麼會倒下 不是有人來尋仇 更不是刮牆風 而是被人一拳打倒 另一個角度看得一清二楚 一對年輕男女 在南投湖山路前的民宅 爭吵拉扯 可能是電視劇看太多 男子突然暴走 情緒失控 一拳打倒路邊招牌 砸中轎車車頭 但吵架的男女不當一回事 轉身離開現場 車主直呼倒霉 他的職業是幫人修理電腦 一度還以為是有客人 不滿服務來尋仇 看了監視器 才發現是一對年約高中的小情侶 吵架揍招牌 車子才會無辜被波及 小情侶吵架暴怒揍招牌 損害別人的愛車 被害人說已經報案 雖然沒有要提告 但還是希望年輕人 衝動刷狠後 不是當沒事走開 而是要勇於負責 接下來綜藝翔 成功人家錦成 南投財寶報導